在日本最近俄罗斯也对他有提出这样一个警告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俄罗斯最近消息 6月9号在俄罗斯外交部突然召见了日本的猪肉大使 上月封酒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那么现在报道就说了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日本决定向乌克兰提示这样装备的行为 那就表示会导致双方敌对行动升级 而且东京把双边的关系推入危险的死胡同 不可能没有严重的后果 请教委员 不会有严重后果啦 但是只是互相警告 因为日本提供给乌克兰的军备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 又不是战车又不是飞机又不是大炮 先前有提供一些像是防弹背心啦 对啦对啦 人家俄罗斯还讲说 这个防弹背心上淘宝去买 还比较可靠啊 不是啊这最近不是很大的新闻嘛 但是对于俄罗斯 他当然要提出一些警告 但是俄罗斯也不至于为日本 去提供乌克兰这些防弹背心啊 就在跟日本什么死杠起来 不会 但是他会怎么样 会加强他在俄祸刺客海跟日本海 这两个海域里面的一种威胁性 就是我不断的军舰巡航 我不断的这个战机巡航 我稍微靠近一下日本 因为反正俄罗斯的远东这些军机军舰啊 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运动运动对不对 到这个日本那边去侦查侦查 也应该啦 也应该 只是比较特殊的是俄罗斯 在俄祸刺客海跟日本海的时候 还揪了一个兄弟来 那个兄弟从东海飞过来 过了对马海峡 就是中国解放军 派军舰跟军机在联合巡防 中国的压制日本的气焰的欲望是比俄罗斯高 你日本没事干 你动不动插索我南海跟我台海什么事啊 这是比较严重的核心问题耶 因为俄罗斯跟日本 在日本海也好 俄罗斯高海没什么好争论啊 顶多那是千岛群岛南边那四个小岛 那个四个小岛一时也解决不了 说话没早就把它搁在那边 只是在嘴巴上互相呕啊 清明节到了喊一喊这样子而已啊 也没什么事啊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有俄罗斯 这在那边的话 军机军舰放到俄河赤戈海跟日本海 日本也不能说什么 谁要你动不动就放到南海来干什么 你说你配合美国的 那你配合美国我配合俄罗斯啊 用一个简单的笑话 讲成是富惊富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在这个部分 委员认为说不至于有都没有 但是当然这个态度 态度要出来 好持续再来关注呢 是大陆驻韩大使先喊明在 在6月8号会见韩国在党党魁呼吁 韩方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呢 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 并且提到现在 堵大陆输的人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 那么在南韩外交部呢 认为说在评论南韩外交政策 6月9号也召见了邢海明认为这个 挑衅的言行要提出一个严正的警告 同时大陆也向韩国提出了 四不可的原则 好那四部呢 如果韩国侵犯中方的核心力 像是台湾问题 就不会跟韩国合作 如果韩国走向亲美亲人的单边外交政策 中韩就没有合作的可能 如果两国持续紧张 不会进行高层交流 局势恶化的情况之下 南韩不可能在对策问题上 发挥主导的作用 好 杨明哥 其实这个尹錫悦 当就职总统之后 对韩国整个 就是说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这个方向 是很明显是倾向美国的 过去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即便文在寅跟美国的互动也不错 也不差 但是文在寅很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他利用这个美国跟这个川普 他跟金正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还有一些互信 希望能营造一个两韩的和平状态 文在寅很努力 其实他跟美国的互动 关键是在于要能够跟北韩互动 能够跟北韩能够有更多的会谈 你看那几年 2017 18年 19年 那几年大概是两韩 相对来讲关系最近年最比较和缓的时候 甚至你看两韩的领袖都在38度线 对 历史的一刻 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但是到了尹錫悦现在上任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100%的压在美国的身上 包括之前即便流出的FBI文件 或是说这种所谓的国安文件 机密文件都说 美国是在监听韩国的总统府 在监听韩国的高层 但是尹錫悦仍然不改旗帜 就是要跟美国的表忠 那为什么呢 除了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他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亲美的 一个候选人 他都是主张要这个 像这个萨德系统 他是非常的这个支持之外 我认为有一个 现在你知道很多的这种 在对岸 有很多的这种阴谋论 就说是不是尹錫悦的把柄在美国手上 那变成说他必须要无条件的任由美国操控 当然我认为这个叫阴谋论 这个就是你知道很多 像过去普警惠也有类似的阴谋论 在韩国的政坛阴谋论太多了 每一个总统都有不同的阴谋论 但关键来了 当你今天跟你100%压美国的同时 你不要忘记了 韩国理论上他的地缘政治 韩国的地缘政治不应该 他的敌人不应该是中国大陆 他的理论上他的问题是出在北朝鲜 就是北韩 就是金正恩这一块的连结 那你看最近北韩动作也很多 什么发射卫星失败的 什么发射导弹的 各式各样的 对各式各样的武力活动 都已经开始这个频繁的时候 可是呢这时候理论上 你应该要拉拢合中亲美 然后呢才能够保持 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 对这是过去韩国历任总统 大部分采取的一个方向 结果在尹锡悦 他目前是不太鸟中国大陆的 这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领导风格 因为你这样子会导致中国大陆 我不帮你拉住北韩 那美国就是努力的往去打压中国 那你去帮着这个美国当所谓的 在第一岛链里面的其中一个 所谓的前线 变成说美军驻扎在这个韩国 那你还能够去帮美国去 这个驻扎他们在这个 第一岛链的这个士气 这个我其实我是有点看不懂 尹锡悦他的布局 但是也许这是对他个人利益是高的 或者说对他的政党利益是高的 但是对整个韩国 或者说国家人民的利益来讲 会不会是最好的选择 这真的是一个问号 这就像其实你说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民进党执政党 他是把我们的利益 一样是100%压到所谓的美国上面 那这个时候当有一天我们两岸 台海情势紧张的时候 对台湾真的是好吗 那也许对执政党 他们有所谓的选举利益 有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优势 可以去伸张 可是对大部分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2300万人 这人口真的都会支持 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线吗